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904节 云烟翻了一个白眼说 你师父已经成了一个大烟鬼 你试着要你师父断绝供应两天来看看 那他就立刻会从神仙跌入到地狱里去 万一钻身的痛苦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忍受到 私子就是一个糊涂蛋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 还好自己今天发现了这东西 要不然会疑惑无穷的 这东西不能种不能采集 必须全部销毁 你明天带我的手术回去给你师父 要他立刻禁绝这东西 否则我不惜动用河洛的官兵 将你师父勤拿回来 毁掉所有的极乐草 如果他实在禁绝不掉 你就把他送到长安来 放在皇宫 按时按点的给他供应极乐草就是了 私人绝对不允许栽种 别的要我最多要命 这东西要的是人的尊严 里程前叼了烟卷 附和着点点头 这东西的厉害 他当年可是亲眼所见 都水间也拿这东西做过几次实验 好些个倔强的囚犯 因为这东西就变成了绕纸柔了 云野说这东西要的是人的尊严 半点不假 帝王死亡的时候啊 一般都是狂暴的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使得他做事不必有任何的顾虑 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帝王 那又不是一个两个 所以云野现在要做的就是安慰好皇帝 不要让他心中生出怨愤来 标记大将军的名号啊 太大了 拥有这个身份的人好多都是叛贼 比如王莽 云野在接受这道旨意之后 就带着全家搬到了长安的新画坊 云野在玉山的封地 那只是作为别业存在 长安留守 如果都不住到长安 谁敢放心的住到长安城啊 李承前到底将自己的皇位 善未给了十一岁的李绝 当李承前把李绝领到皇位上 坐下的那一刻起 李承前的太兴统治结束了 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前缘一年 无数的文人在赞颂李承前的行为 大唐连续三代皇帝的位置 都是通过善未来完成的 这样呢 就给天下人一个强烈的暗示 那就是大唐的皇位替换将不再流血 只要再延续两代的时间 不管是皇族还是天下人 都会慢慢的习惯这样的皇位交际方式 平和 这是李承前给大唐百姓最好的礼物 李绝登基的第一天 李承前呢 就手把手教会他写赦免文书 于是呢 那些贬斥的臣子 还没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又被八百里加急给召唤回来了 李义甫根本就没有离开长安城 脱病赖了两个月之后啊 在街道赦免文书 感激涕临的 拜倒在李绝的脚下 声泪俱下的发誓 要为大唐贡献自己的生命云云 张剑之也回来了 看不惯李义甫做作的态度 只斥李义甫故作姿态 结果被李义甫从祖宗八代 驳斥到了后世子孙 如果不是敌人节出面的 他们的战争还不知道会进行到几时呢 张剑之在朝堂上比不过李义甫 现在变得兴如烈火的他呀 立刻就在底报上端文 名曰宁晨 洋洋洒洒的蜿蜒 将李义甫的过往 揭了一个底调啊 连他逼迫一个可怜的妓女 无休止的接客这种隐秘 都暴露在光天花日之下了 一时间人猫立马就变成了大茶壶 结果呢 很自然 这两个人呢 就成了死敌 李决下令 他们一个担任西府的台官 一个成了东阁的大佬 从此以后啊 大唐的新政令 想要出台 就变得极为艰难了 云叶长孙冲 现在啊 经常出现在朝堂上 不过他们一言不罢 坐在各自的椅子上 闭目养神 不管底下争吵成什么样子 他们依旧怨然不懂 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朝堂上 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后宫里 随时随地准备迎接 皇帝龙玉病天的消息 里程前 瘦成了一把骨头 长孙坐在他的床前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面颊 自己的儿子 到底走到了寿数的尽头 母后啊 孩儿不长了 不能给你送终 是孩儿此生最大的不孝 不过 也幸好啊 您还在世 有您在 明义和长孙冲他们 就不会胡来 有他们在啊 独孤某就 一动都不敢动 这或许 是苍天对孩儿 最后的一点怜悯 十年时间呢 太漫长了 只希望母亲 能够帮着孩儿 看管好他们两个人 不管他们 哪一个起了异心 对大唐来说 都是一个灾难 这 这不是最好的法子 但是孩儿 无计可施啊 长孙擦掉里程前 额头上的汗珠 用沙哑的声音 说 无妨 云夜是个闻野心的 这一点呢 不管是你父皇 还是母后啊 都认同的 还记得你父皇 病天的那一天吗 云夜在第一时间 放弃了玉山的城房 放得干脆利利 笨点都不眷恋 这就说明 担任玉山城的主将 对他来说 不是什么运气 而是一种负担 十年的时间后 军儿也该二十二岁了 到了那个时候啊 他就能自己做主了 从这些天的表现来看 他依然是我大唐的一位英主 你把玄甲军全数调回长安 这是对的 人心最难揣测 哪怕万无一失 皇家也需要具备后手的力量 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而是为了国家的延续 必须有的一种手段 你活得太累了 我当初就不该把你送到皇位上 是皇位毁了你的感情 毁了你的身体 也毁了你的友情 你失去的太多了 李承前面子朝红 坚决的摇摇头说道 孩儿不后悔 成为万乘之尊 是孩儿从小的梦想 我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带着十万铁骑 在草原上呼啸纵横 我的祖先是这样干的 孩儿也想这样干 我是狼的子孙 我的命运注定了会是一生的奔忙和厮杀 不管是用牙齿咬 还是爪子撕 那都是本能啊 不战斗的狼 那就不是狼 而是狗 长孙喘息了一声 手掌轻轻的 扶过李承前的双眼 希望他能闭上眼睛 小声说 你太累了 好好地睡一觉 明天呢 就会感觉舒坦一点 李承前很听话地闭上眼睛 又忽然睁开眼睛 对母亲说 孩儿一旦睡过去 请母亲 好好地教导李绝 如果李香有什么异动 命云叶 用最快的速度击杀 说完这句话呢 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不断起伏的胸膛 也渐渐地 没了动静 长孙坐了好久 才一巴掌 抽在李承前的脸上 眼睛里渗出泪水 哽咽着说 你们父子 别人都在为皇帝去世感到悲哀 转而进行国葬的时候 云叶却披星戴月的往月州赶 没有别的原因 只因为李相造反了 横 福 潭 琛 绍 勇 造 七个州 同时起誓 打着诸楚伟地的旗号 疯狂地沿着湘江 一路攻发 冰封一度指向越州 却被老将薛万刃击破了 转而 向长沙进军 李相这是疯了 或许李家人都带有一点疯狂的基因 他凭什么相信 只要自己竖起大旗 天下英雄就会闻风而动 天下成平已久 盛世也整整开始了两代人 哪里有什么英雄人物出现的 乱世才会出英雄 谁会抛下家业 跟着他打生打死的 他又不是神仙 云叶相信 只要自己到达衡阳 李相裹挟的军队就会立刻星散 他这是在找死呢 所以云叶去越州 就带了三千悬甲军 对付一个李相 还用不着大动干戈 到了越州 用自己的虎符 调动了越州周边的十三府的军队 在越州都督 薛万彻的配合下 一刻不停的向横阳进发 李相没有打得过薛万彻 却把自己治下的民众 祸害得很惨 一路上 死尸遍地 处处废墟 治下侥幸躲过冰灾的百姓 跪在云叶的马前 希望王师能够为他们复仇 李相手下这些人 已经不是什么造反了 而是变成了流寇 烧杀抢夺无恶不作 据说李相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报复 报复自己治下的百姓 不肯追随自己造反 转道却进攻长沙的军队 也被当地的守军打败 只好再一次回到衡阳 谭 称 绍 永 道 五个州府呢 也逐渐被周边的军队一一收复 李相能控制地盘 只剩下衡阳和福州 沙无赦 这道军令是云叶下达的 只要是参与造反的人 他们唯一的下场就是死亡 如果不狠狠的惩治李相 和他们手下的那些野心家 还不知道会有几人称王 都说衡阳厌去无留意 云叶看到衡阳城的时候 也不禁被李相的残暴吓了一跳 城头上挂满了人头 男女老少的都有 根据都水间戏作的禀报 城头上挂的人头 乃是衡州刺史张德相 别家纯于坟全家老少的人头 当初啊 李相造反的时候 两人极力阻拦 最后呢就落得如此的下场 一番话听得云叶额头上的青筋暴跳 这一回哪怕长孙祖兰 自己也要将李相碎尸万段 张德相和纯于坟 都是御山出来的 甚至呢还是李相的好友 他一想到云寿也是李相所谓的好友 就一阵阵的感觉到后怕呀 自己当初还劝说李成前 将皇位善让给李相呢 一旦真的被他得逞 云叶很难有什么好下场 面对云叶的大军 李相居然派出了睡客 居然以领南王的架码 希望云叶加入造反大军 如果云叶不满意 话将而至也是可以商量的 李相对自己的睡客 充满了信心 在他眼里 自己是皇帝的长子 具有大义的名分 做出这样的让步 不能不说是退到了极限 云叶等这个睡客说完之后 挥挥手 这个还没有来得及 抱上自己名号的狂人 就被刘进宝 带着人呢 吊死在了茄杆上 当李相站在城头 看到睡客的尸体 被高高升起的时候 脸色终于变得惨白一片 他不在乎失去几个周朴 他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前来剿灭 自己的大将身上 如果是云叶或者长孙冲 无疑是最好的 直到现在 他才发现自己的预料 错的离谱 衡阳的火气很少 在和薛万彻作战的时候 已经丢失了不少 如今的衡阳城头 可硬的火气 只有很少的一点 再看看城下那些军队的火气 李相不以为 自己啊 还有任何的活路 沉默了好久 才下令打开城门 出城投降 他自信奶奶不会就这样杀了自己 了不起 就像石榴王一样被禁足了事 云叶在衡阳外 挖了好大的一个坑 只要是确定参与了叛乱的 全部捅了一刀之后 就扔进大坑里 这一切都是当着李相的面进行的 当呕吐的已经天昏地暗的李相 发现最后自己也被军士抬起来 扔进大坑里的时候 终于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件事 没有猜对 在把李相弄进大坑之前 段宏带着长村的信函过来 一个不认识的太监 也带着小皇帝李决的旨意 匆匆的赶了过来 不用说呀都是为李相求情的 李相在大坑里不断的祈求 哀嚎 恳请云叶 先看看皇后的书信 看看弟弟的旨意 然后再处理自己 并且痛哭流涕的表示自己 一定能够改过 云叶的脸就像冰块一样寒冷 坐在大仗前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强大的气场让段宏几次想要说话 又闭上了嘴巴 另外一个太监就更加的不堪了 躲在段宏的身后 根本就不敢看面前的这场惨剧 活埋人 这一招是李二亲自教云叶的 当年在高丽 云叶和李成前呕吐的天昏地暗 那个时候云叶认为 这是一种极度残忍的杀人方式 是不道德的行为 不过现在他发现的 愤怒有时候一定会遮蔽人的理智的 为了大唐以后再不出现这样的恶事 云叶决定用这个最残暴的法子 震慑一些那些野心勃勃者 命令画师将面前的这一幕完整的画下来 从各个角度展现一下人在绝境的恐惧 他准备将这几幅画 装饰在万民宫 名字就叫做叛乱者 李相被黄土慢慢的掩埋掉 直到最后呢 他都没有放弃告扰 但是那些铁血的玄甲军将士 无视他许诺的金山沿海 机械般的把最后一桥土丢了下去 遮住了李相的脸庞 战马连环的在土堆上不停的踏了一整天 直到那个土丘变得和大地一样平坦 云叶才助手 要过画师手里的草图看了之后 就命他们必须一刻不停的作画 在段宏他们回京之前一定要完成 他需要段宏将这些画作在万民宫做一个展示 打开长孙的信函 果然如同云叶预料的那样 长孙请求云叶在可能的情况下 饶李相不死 从云叶出京展现的怒火来看 长孙认为李相死定了 稚嫩的李相 想要和云叶这样的名将交锋 根本就是在找死 所以写下了这封信 希望呢 可以救李相一命 云叶将长孙的信函放在一边 当着那个送信的太监的面前 打开了李爵的旨意 这封旨意呢 是李爵亲手写的 上面的字迹还非常的稚嫩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自己哥哥的同情和歉疚 认为是自己当了皇帝 才导致了自己哥哥发了狂 希望先生啊 不要杀自己的哥哥 让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云叶看完皇帝的旨意 长叹一声 取过笔墨 亲自给李爵上奏折 长孙的信函 他可以不理会 回京之后 解释一番也就是了 李爵的旨意 自己必须要有一个交代 必须清楚的 将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干的原因 抽丝剥茧的 给他说清楚 讲明白 陈云叶在万里之外顿手 横山王李相 李爵的贴身宦官 恭敬的在一边 伺候云叶上书 原以为大将军的作风 三言两语 就能给皇帝一个交代 但是他发现 云叶已经写了满满的十页纸 依旧没有助手的意思 从开篇 李相造反 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说起 再说到 横阳欺负的惨状 好好的富庶之地 被李相弄得宛如人间地狱 然后再说自己 为什么一定要用最残酷的手段 筹理掉李相的原因 一桩一剑 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最后告诉皇帝 自己的大军 在剿灭横阳叛乱之后 皇帝就该派出大臣 来抚慰横阳的百姓 奖励在叛乱中 坚真不屈的臣子 处罚那些 追随李相造反的宁臣 挑选地方贤良 从他们中间 任命地方官吏 重新组织生产 收拢离散的流民 倾角流窜于乡野里的 零星叛匪 让横阳在最短的时间里 安宁下来 陈帅大军平叛 自当破之以武 领之以威 大军过初 催胡拉朽当为第一 陛下当怀之以柔 誓之以恩 以收露民心为上 臣受皇家三代恩惠 由受先帝托孤重任 不敢有半分的懈怠 遥想太宗 高宗情义 十年之内 自当为陛下前驱 荡平大唐 不法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收听 第17句 集聘 之以 乡 深澳 雙